诗潭新店老街 诗潭新店老街是条没有吵杂的喧哗声,宁静且淳朴的一条老街 这条老街上最吸引人的,应该就是随处可见的壁画与艺术造景 老街全长大约600公尺,里面的美食,小景点可真不少 周边还有丰富的原始自然生态,和精彩的百年历史故事 虽然平日的诗潭老街游客比较少,但清静的街道很是悠闲自在 神秘小镜 神秘小镜位于诗潭老街文化会馆对面 进入有如时光隧道的神秘小镜,两边墙面都画满艺术彩绘 这条小镜没有很长大约只有短短20公尺,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经典卡通人物 我们可在此放慢脚步慢慢欣赏,童年时期所看过的卡通都会在此陆续出现 这些微妙微笑的彩绘,充满了大人们童年时的满满回忆 神秘小镜也是诗潭新店老街里最热门的拍照打卡景点 日新饮食店 日新饮食店是一家在地八十年的老店,里面专卖多种客家道地料理 菜单有着满满的传统客家味 不饿只是进来尝个味道 青菜口味清爽算正常表现,西虾贵了点大好吃都是大虾工 食锦汤面味道很平凡,需要再提鲜 鲜山鲜草 传承三代的鲜山鲜草是来逛诗潭老街,不可错过的客家美食 这里除了有多种的特别仙草料理,还有各式各样的客家米食 来此除了一场多种仙草制品,店内还有卖许多精美的客家伴手礼 菜单甜咸,冷热都有 大热天就是要清凉一下 鲜草冰超清凉红豆很绵密,面茶很香真心不错吃 来到客家地,也来尝尝当地的客家菜包 客家菜包和艾草包都是35元,分量没有很大 菜包里面包的是菜脯不是萝卜丝,客人没有很喜欢 艾草包里面也是包菜脯,但整体比白色菜包好吃 猪皮博公庙的由来很特别,以前在这里卤猪皮做成皮靴素材 猪皮博公庙是诗坛最悠久且最灵验的庙宇 寺庙坐落大树下旁边有良品与座椅,是诗坛居民们休憩之地 庙后挂满紫藤花,随风摇曳真是美丽极了 喜山坑是客家村特有的洗衣场,就是村民们在此洗衣,闲话家常聊八卦的地方 老街上到处都有艺术彩绘,每个画作都相当生动活泼 彩绘墙上画的是当年马歇医师在此行医的故事 百年龙眼树隐身于民宅的私人庭院,当初是马歇牧师行医拔牙的地方 龙眼树旁有一座人形图像,就是当时马歇牧师在树下替民众拔牙的情景 龙眼树上种了不少兰花正直升开中,旁边还有马歇博士在此行医的故事 河滨公园 位于一名庙附近的河滨公园,是一处环境十分优美的休闲场所 这是清朝区间来自开墾的黄满球塑像,为当时苗栗内山地区的拓肯大户 木头做成的艺术造景,没有特殊加工,整体自然优美 石炭窑是以前业者为制造粗植所建造的,为历史的遗迹 新电锡护于步道 新电锡关于步道的起始点,是位于石潭老街的新电四桥桥头旁 新电锡又称石潭川,为明德水库最上游的集水区和水资源保护区 关于步道全长约两公里,路面鼠木板设计凭整安全相当好走 步道途中设置有大平台,可供游客们在此休憩,赏景和赏鱼 新凤吊桥,是通往明凤古道的入口 明凤古道早期是赛下族人狩猎的山径,现已变成民众群优仿盛 渐行赏童的热门路线 明凤古道全长约三公里,里面有丰富的灵箱与生态资源 来回大约两个小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走走 新凤桥过来是浪漫台三线艺术纪时,活动中的两个装置作品 分别为19世纪绕世界一圈的张脑分子和张之生华 沿着西炭而行潺潺水声不绝于耳,步道上绿树成荫生态丰富 情人桥帷幕造拱桥,桥旁四周环境田径优美 红色刚所做的丝园桥,是新殿西步道中的第三座桥 四园桥造型相当优美,是护于步道上最美的一座桥 诗坛新殿老街附近景点众多,除了美食和生动的艺术彩绘之外 还有一路平坦好走,十分轻松的护于步道,和生态丰富的名凤古道 诗坛乡是一处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出游的好景点,朋友们有空也来走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